大家好,我是军军 今天介绍机智军犬为主人复仇的电影《军犬麦克斯》 故事开始,凯尔与军犬麦克斯正在阿富汗随对执行任务 他们来到了一处村庄 因为有情报称,这里的村民悄悄给塔利班卖军火 村民肯定是不承认的 但麦克斯却凭倚着灵敏的嗅觉找到了军火 一名村民想要射杀麦克斯 幸亏凯尔及时阻止 士兵打开了麦克斯脚底的木板 果然发现了大量的武器 然而几天后 上级却找到了凯尔 原来搜查来的武器少了很多 很显然有人在偷拿武器 凯尔知道是自己的好兄弟泰勒拿的 但他并没有告诉上级 转过天执行任务时 凯尔警告泰勒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但就在此时 麦克斯却停下了脚步 很显然他发现了敌情 然而泰勒却命令凯尔让麦克斯继续前进 不出所料 在前方的石块旁正躲着一名阿富汗的士兵 他毫不犹豫地引爆了炸弹 凯尔为了救麦克斯立刻冲上前去 而狡猾的泰勒却躲到了一边 任凭凯尔怎么呼救 泰勒都不回应 等士兵冲上前去时 凯尔已经死去 麦克斯则朝泰勒疯狂地叫唤 泰勒想杀掉麦克斯 幸亏同伴阻止了他 而另一边 凯尔的家人正在平静地生活着 父亲是一名老兵 凯尔从军多多少少也是受父亲的影响 除此之外 凯尔还有个爱玩游戏的弟弟 靠破解游戏 弟弟赚了不少钱 同时他也是本篇的男主 但由于处在青春期 再加上父亲不善言谈 所以父子俩经常伴随 这天 父子报丧的军官找上门来 一家人一看这情况 立刻明白了一切 母亲当场失声痛哭 在凯尔的葬礼上 麦克斯也赶到了现场 他扑向了凯尔的棺材 痛苦地叫着 场面非常的感人 在葬礼结束后 麦克斯发疯般地不想离开 不过呢 他倒是挺喜欢男主的 最终还是在男主的帮助下 麦克斯才坐上了车 几天后 负责训练麦克斯的军官 又打来了电话 原来由于 麦克斯与凯尔太过亲密 导致他患上了创伤紧张症 各种枪声爆炸声 都会让他害怕 换句话说 就是麦克斯不能再执行任务了 他对任何人都是个威胁 训练官想要将他安乐死 还好麦克斯听男主的话 所以一家人就决定收养这只狗 到了晚上 麦克斯不停地叫唤 吵得父亲睡不着 男主呢 麦克斯就会继续叫 男主没有办法 只好留在了院子里 本想等麦克斯睡着 他再离开 结果男主自己去先睡着了 麦克斯守护了他一夜 到了隔天 男主结识了一位妹子 她呢 就是本篇的女主了 两人一见钟情 而最关键的是 女主呢 还出生在训狗施加 他告诉男主 凯尔留下的是比利时的马林犬 两人也因狗结缘 女主则主动提出 要帮男主训练狗 而在女主的帮助下 男主不用拴链子 就可以遛狗了 这样母亲非常的惊讶 他将女主留下来 共进晚餐 过程中 泰勒也来到了家中 他说自己因伤退役了 背上到现在 还有很多蛋片呢 这样父亲非常的惊佩 随后 母亲带着泰勒 见了见麦克斯 但麦克斯却要撕咬泰勒 幸亏男主及时阻止了他 几天过后 男主与麦克斯 已经变得形影不离 在国庆日 市民放起了烟花 男主看的过程中 却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赶紧跑回了家中 麦克斯疯狂地叫唤着 很显然 他把烟花当成了炮火 为了安抚他 男主呢 就主动钻进了笼子中 而这段时间 父亲与泰勒也越走越近 父亲开了一家 给人作用的仓库 由于泰勒暂时没有工作 父亲呢 就让他当起了管理员 过程中 父亲询问泰勒 凯尔到底是怎么死的 而泰勒则说 是因为麦克斯 受到炮火惊吓 攻击起了凯尔 让凯尔没法控制武器 最终被敌军射杀 一切都是狗的错 父亲信以为真 他气势冲冲地 回到了家中 要打死麦克斯 幸亏母子二人 阻止了他 到了隔天 男主找到了军犬训练官 想要询问 麦克斯有没有攻击凯尔的可能 训练官并没有正面回答 但他却对泰勒产生了兴趣 因为这家伙 根本不是因伤退役 而是被军队开除的 同时 训练官还给了男主一个光盘 上面记载着 麦克斯的训练过程 可以看得出 凯尔与麦克斯关系融洽 麦克斯不可能攻击他的 随后 男主给一位混混 出售盗版游戏时 意外听到了凯尔的名字 似乎凯尔在进行一笔交易 男主决定调查清楚 他让麦克斯 闻了下混混的钱 并追踪了过去 不出所料 凯尔果然在做交易 原来 他把从阿富汗偷来的枪 运到了美国 并想将此 卖给墨西哥黑帮 交易将在几天后进行 然而过程中 麦克斯却叫了一声 引起了对方黑狗的注意 这两只黑狗 是泰勒的手下养的 他们立刻追上去 与麦克斯咬了起来 过程中 麦克斯为了保护男主 主动引开了黑狗 并找机会咬伤了一只 另一只 也被麦克斯顶到了空洞中 而男主在逃跑过程中 却不幸被绊倒 自行车也摔坏了 幸亏最终 他与麦克斯逃到了路边 并在一位女司机的帮助下 脱离了险境 而与此同时 那只被咬伤的黑狗 却突然发起了风 并咬了泰勒手下一口 男主好不容易回到家中 结果泰勒却恶人先告状 说麦克斯不仅咬死了人家的狗 还咬伤了手下的手 这只狗必须被射杀 否则他们就起诉男主 同时 他们还拿出了自行车作为证据 随后 泰勒将男主叫到了一边 并以家人的性命威胁起了他 男主没有办法 只能将麦克斯送到了动物殊荣所 然而过程中 麦克斯却挣脱了束缚 并在铺倒守卫后 逃了出去 而另一边 父亲自对这件事 产生了怀疑 因为泰勒的手下 住得很偏远 麦克斯怎么可能 跑到那边咬人呢 父亲向男主询问真相 但男主为了保护家人 并没有说 与此同时 泰勒则正在父亲的仓库搬东西 原来这家伙 把枪都藏到了这里 这就是他接近父亲的原因 而就在此时 父亲正好赶过来查验 眼看着情况不妙 小混混立刻朝父亲举起了枪 另一边的麦克斯 则赶回了家中 让男主非常的高兴 而由于父亲迟迟不肯回家 母亲呢 就报了警 但刚失踪了两小时 警察并没有展开行动 无奈之下 男主只能召集了小伙伴 搜寻了起来 他们来到了仓库 但这里却空无一人 机智的男主 则让麦克斯 闻了下父亲的枪托 继续追踪 而泰勒则起了杀心 他要手下在交易后 将父亲带过边境杀掉 男主三人在麦克斯的带领下 则终于追上了泰勒 男主让女主去叫警察 但他刚离开 好友的手机铃声 却引起了黑狗的注意 黑狗随即就追过来 与麦克斯展开了大战 这黑狗身强体壮 麦克斯有点招架不住 他只能再次引开了黑狗 由于黑狗不擅长闷跑 很快便体力不支 麦克斯则趁机发动袭击 并直接将它踢到了河中 黑狗瞬间被河水卷走 与此同时 泰勒也赶了过来 他朝麦克斯开了一枪 但并没有打中 而墨西哥混混 则找到了男主的好友 危机时刻 男主直接用自行车 将混混撞下了山坡 让他摔死了腿 而父亲也趁机打打了泰勒的手下 此时麦克斯冲了过来 父亲被吓了一跳 赶紧往旁边一躲 而下一秒 麦克斯却咬住了泰勒的手下 原来这家伙想搞偷袭 随后 男主也赶了过来 由于没有钥匙 父亲就打爆了汽车轮胎 两人开始徒步逃离 但由于父亲腿部受过伤 他很快就走不动了 危机时刻 男主果断返回 试图引开泰勒 泰勒也立刻朝男主追了上去 在跨越峡谷时 麦克斯不小心摔到了半坡上 眼看着泰勒就要追上来 男主只能顺着铁轨逃离 而与此同时 父亲朝泰勒手下开了一枪 越野车失去控制 跌入了山崖下 并发生了爆炸 里面的子弹炮弹四处乱飞 还意外炸烂了 男主脚下的铁轨 这下完蛋了 父亲试图朝泰勒开枪 却没了子弹 泰勒则直接打倒了男主 但这家伙可能还有良心 他并不想杀人 就在此时 麦克斯冲了上来 泰勒转身就是一枪 而男主也踢了泰勒的腿 让子弹打上了天空 麦克斯则将泰勒 扑到了铁轨下的河流 泰勒当场死亡 麦克斯则因为砸到他的身上 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而由于麦克斯出色的表现 父亲呢 也让他住到了家里 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全面结束 本篇上映于2015年 剧情平淡 却很感人 忠诚的麦克斯战斗到最后 为主人复了仇 几只狗的打斗 也很精彩 最后呢 喜欢听星际教故事的 也别忘了下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